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老克看过两人父亲的照片 为了博取两人的好感 老克开启了粉丝模式 说自己十分崇拜两人的父亲 父亲设计的建筑简直巧夺天宫 两人一听立刻与老克拉近了距离 通过交谈老克了解了两人的背景 姐妹俩都是超级富豪 资产超过20亿 老克听后立刻假装自己也是富豪 想以此寻找共同话题 姐妹俩与老克相谈甚欢 离别时两人向老克发出了邀请 希望老克有空能再来这里玩 姐妹俩类似于半隐居状态 很少与外界接触 因此老克相信 姐妹俩一定很单纯也很好骗 从这以后 老克便开始与两人交往 两人无法共享一个老克 因此抱怨道 如果老克也是双胞胎就好了 后来老克与姐妹俩发生了关系 姐妹俩都很喜欢他 并且都做好了嫁给他的准备 可老克只有一个 姐妹俩表面和睦 背地里却互相看不顺眼 经常在背后说对方的坏话 两人虽然各有想法 但在权力分配方面 却是极度的公平和统一 老克如果想得到家产 就必须把两人都给娶了 了解到这点后 老克撒了个弥天大谎 我在国外有个双胞胎哥哥 因为家族生意的关系 我们并不能同时待在一个国家 不然生意不好照看 他回来的话 我就要和他换班调到国外去 为了方便区分自己的身份 老克编造出了一个性格与他相反的哥哥 凭借着出色的演技 老克分别以两个不同的身份 与二人完婚 就这样老克过上了土豪的生活 然而姐妹俩却有了想法 因为老克一个月才换班一次 这对刚刚结婚的两人来说太过残酷 因此两人达成一致 好东西要一起分享 可渐渐的姐妹俩发现了不对 为什么老克兄弟俩的习惯越来越相似 甚至连身上晒过的痕迹也一样 为了验证心中所想 姐妹俩搜查了老克的随身物品 因此发现了真相 为了报复 姐妹俩也不再隐瞒 主动亮出了自己的罪证 原来姐妹俩杀害了自己的父亲 但最后却因证据不足 无罪释放 老克没有防备 被两人偷袭大晕 醒来后老克发现 自己被绑在床上 姐妹俩什么都要平分 因此将自己的父亲分成了两半 现在老克也要受到同样的待遇 第一个故事到此结束 第二个故事叫 新木偶奇遇记 乔治曾是一名傀儡师 因为手法高超 而深受观众的喜爱 但现在傀儡戏已经走向没落 乔治只能靠制作傀儡来回忆曾经 在其他人眼里 傀儡只是工具 但在乔治眼中 他最好的搭档Coco是有生命的 乔治能与他对话 某天乔治收到了一封信 电视台邀请乔治参加节目 希望乔治能重现当年最经典的表演 乔治等这个机会等了很久 没准我能通过这个节目东山再起 可妻子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只是个电视节目而已 不过能让你不再这么宅 也算是好事了 妻子知道乔治一个人忙不过来 因此将自己的同学大卫介绍过来 帮乔治打下手 大卫是看着乔治的节目长大的 因此十分崇拜乔治 如今的傀儡基本都是电子产品 表演全靠电脑控制 大卫从来没有近距离接触过手动的傀儡 所以对这方面一窍不同 乔治本不打算带上大卫 但大卫十分虚心 态度又比较诚恳 并且短时间内找不到其他帮手 所以乔治别无选择 于是两人便开始了排练 经过一段时间的特训 大卫终于跟上了乔治的节奏 除此之外 大卫还帮忙写了剧本 妻子知道后却很不高兴 因为信中说得很清楚 这次的表演是为了怀念经典 大卫写的剧本太过心潮 搞不好会起到反效果 可乔治早就决定好 要与时俱进了 和妻子小吵雷架后 乔治差点心脏病发作 大卫很奇怪 乔治和妻子的关系 好像并不怎么好 在大卫的追问下 乔治袒露了自己的心声 他怀疑妻子在外面有人 那人可能是表演班的 聊了一阵后 大卫突然告诉乔治一个坏消息 表演班的上课时间 早在一年前就换了 大卫因为时间有冲突 因此选择了退出 听到这话 乔治崩溃不已 妻子竟然一直在骗他 离开时 妻子突然叫住了大卫 明天你不用来了 在妻子的强烈反对下 大卫只好离开这里 不过他也向乔治保证 表演时他一定会到 妻子认为 乔治的控制欲太强 把他当成了提线木偶 所以他连交个朋友 都得偷偷摸摸的 Coco建议乔治找出真相 因为他很不相信妻子 按照Coco的建议 乔治找到了一封情书 看样子 妻子真的出轨了 乔治本想离婚 但Coco却阻止了他 离婚的话 乔治会一无所有 按照你心里想的去做吧 鼓起勇气 你能行的 思考了一阵后 乔治突然发现 Coco不见了 紧接着楼上传来了 妻子的喊叫声 原来Coco要了妻子的命 看到这一幕 乔治心脏病发作而死 此时大卫突然出现 原来大卫仿造了一个Coco 妻子也没死 这一切都是两人的计划 大卫就是妻子的出轨对象 就在两人庆祝胜利时 Coco突然出现 一刀要了大卫的命 妻子洗完澡后 发现了大卫的尸体 大卫被Coco做成了傀儡 等妻子反应过来时 刀子已经刺进了他的身体 原来Coco真的是活的 或许是因为这点 乔治才会如此有名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奥雷 我们下次见